哈喽各位同胞大家早上好 首先欢迎来到大胖兔兄的频道 刚才呢我出去捡了一些花枝 带回去给大家看看 是怎么捡下来的 我没有买花 因为现在家里的树上哪里都有花呢 我就把它弄个花瓶 我还换了个衣服 一开始穿着 我弄个红颜色 因为它带着口袋嘛 这个在家里呢 它没有口袋 我还装一些纸巾啊 有的是就打噴嚏吧 我就给它装上 把它装到这个里边来 给大家看 先给大家 是不是很漂亮 这个也有一种淡淡的香味 嗯 有一种淡淡香味 待一会呢 我们打算做一个鸡蛋蛋炒饭 是我最爱吃的蛋炒饭 和麻婆豆腐 大胖兔版的麻婆豆腐哈 就干这些事 先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件事插花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工具 它就是剪树枝啊 手工的这么一个 我一般是用它来剪花 有的时候呢 剪那些果实也有用 但是我一般的果实都让牛吃了 不是说 有的时候尽量保护 也是 我给大家剪 今天就要把这个树剪一下 打开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看看能不能够得着啊 这个就是剪的这个树呢 以前没有这么高 后来呢 把它下面的树枝不断的剪 结果就长得太高了 其实呢 就让它这个花园多尽点光吧 采光度是好是好了 就是拿这个花的时候 不是很好拿 我每年一般这个季节都会摘上 一两朵放到屋里来 因为它过几个月 过几个周就死了嘛 那剪下来就这样吧 插花 我给作品插完了 就这个样的 我看一个日本 一个说是在日本 插花是一个艺术 我也不太懂 反正我就自己呢 随便的把它插了一下 而且还感觉 它在树上高高的挂着 和近距离的欣赏 感觉不一样 近距离欣赏每一个花瓣 就能非常的漂亮 然后看到它呢 心情也能变得非常好 一天的疲劳也没了 拿着剪的 要去把我自己种的 那个葱呢 给剪一下 我不是那个超市 大家也建议大家这么做 就是弄个小花盆 超市里买着葱 泡出葱根来种了 它自己呜呜的就长 我记得以前我家 就山茶花开的时候 我也是 我摘了山茶花 别到我那制服上去上班 我同事好好开玩笑 他说 大胖兔 你是从哪偷的画 我说你狗嘴里 偷不着象牙 人家自己家花园长的 你怎么叫偷的 我同事就是这个样子 我说我也是跟他们开玩笑 久了熟了 可能就是这样 你就像我要是不熟的人 你比方说和我婆婆吧 我就一般闭嘴 因为不熟 你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要和同事呢 你就说你从哪偷的 大家也不会高兴 也不会不高兴 就会知道你在开玩笑 和不熟的人吧 吓得喝个缩头乌龟似的 也不敢说话 也怕就尽量就是 所以呢 和你开玩笑的人呢 也就证明跟你太熟 所以呢 也不生气 说到我婆婆呢 就是我老公呢 和他说 我不是有频道吗 他说 你看我们去旅游的 那个叫video 我说句心里话 我不想让他看 所以你看我这video嘛 我主要就是给自己同胞 和自己同胞一个平台 能有一个平台 认识自己的同胞 说汉语 因为我要是想和英国人 主要面 如果想面对说英文的观众 我肯定就不说汉语了嘛 所以我说汉语 主要就是跟中国的同胞 能上网的也好 还有海外的 我们会说中文的同胞们 倒不是说我不想给英国人看 主要是说我不想给我婆婆看 你知道吧 我就觉得他 我看了以后 要是老给我挑刺吧 虽然说是不 就不想让他看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是有给我留英文的呢 我就觉得 你要是会说汉语 你也是中国人 你就别打英文 因为我 特别是有的时候 你还误解了我的意思的时候 万一让我婆婆看了 再以为我说他坏话什么的 我是这么一个感觉 反正他没订阅我 他就大体的这么看了一下 我还真是不希望他看 哎呦 我就想 你告诉他干嘛 天哪 别说 别让他看我的频道 这么一种感觉 反正我拍的也不好 我给他看我们中国网红的榜样 李子柒姑娘的视频怎么样 我就给他看 我说你先看这个女孩的 这个女孩的好 那集我给他看的就是李姑娘 李仙女在那做恶娇 什么东西来恶娇 叫恶娇膏啊 就什么核桃恶娇 他看看 他说 这个女的很奇怪 我说咋的了 他说 他怎么把一些巧克力 把一些巧克力 把一些巧克力放到一个罐子里 咋吧咋吧咋吧 我说巧克力 哦 他说的是恶娇 反正我也没和他解释 你说吧 你跟他说吧 他就说 你要跟他说什么恶娇吧 是病人 对于什么补血啊 什么东西 他听不太懂 你知道吗 而且他不太相信这些东西 他说是巧克力就巧克力吧 然后他看到那个李姑娘 不是徒手剥那个核桃吗 他说 哎呀 他说 这个女的好厉害 是不是会中国功夫 啪啪啪啪 就给剥碎了 我心里有没有搞错 他说他怪逗的 人家李姑娘是网红 我说 他在看了李姑娘 你去订李姑娘吧 你别订我的视频 因为紫棋的视频 不需要语言 我把整天忽乱八糟 胡说八道 还有时候说说他 所以不想让他看 所以他说那个李姑娘 恶娇视频呢 给我笑的 他说巧克力 我心里说 这李姑娘啥 是不是做巧克力 恶娇怪不到 我给看到是恶娇 他说把巧克力倒了 所以笑死我了 你说你怎么跟他说恶娇 有的英国人知道 有的人不相信 所以你要跟他说 神经病吧 这东西还能补血 然后你再跟他说 这个东西很贵 他一定认为我疯了 那恶娇可贵了 前几年都卖到上千的 好一点的 就增增的涨 我想我要是买的恶娇的 股票可罚了 就是这几年恶娇的价格 突飞猛进啊 真是 就说到这 说我泡泡了 出来捡葱 你看我这小油菜 你看长得都乌乌的长 然后这小椰子呢 以后我也能吃了 真高兴 这是泡了 去旅游之前泡的 这是后来又泡了 这两颗 现在呢 就要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捡一下 蛋炒饭 然后上班的时候呢 再买上一点葱 再买一点 蛋炒饭 必须有葱 葱提鲜的 哎呀太好了 OK 拿进去 还有这草莓 给大家看 这草莓你看 受粉了已经 以后每一朵花呢 都是一朵小草莓 OK 鸟吃也无所谓 反正爱吃都吃吧 超市也有卖的 我觉得自己种的 还不是超市买的好吃 反正我给大家看 我这就是我买的豆腐 一般呢这个华人超市 在英国就是卖这种 什么板豆腐 丝豆腐 反正这个说是适合煎炸 还有一种适合做汤的 再一个就是 英国超市卖的这些豆腐呢 我感觉就比较硬一些 这个比较丝滑一些 我们打开 还是有点冷 我就套上这个外套了 还是你看我还多好 把这些T数 因为我上班的地方 头上一个大空调啊 久而久之 我只要休息一个周啊 或者休息的时候 就不会什么打painty啊 只要一上班就是 就会有空调病似的 所以每次呢都穿的 很多都带着这些 叫什么带着这些T数之类的 我做 我做这个麻婆豆腐呢 得用刀嘎一下 我做这个麻婆豆腐的时候 一般都用这种豆腐 除非我来不及买了 我就是用英国超市的豆腐 我又想起那个鳄椒来 以前不是我妈会做那个鳄椒 叫什么 就是和核桃肉啊 黑米啊 做的 她给我吃 我说这个不好吃啊 做的不好吃 我自己 我自己做 结果我自己做了半天 我懒吧 得用黄酒泡 我没有黄酒 我又不舍得扔 她给了我一些 就是那种原装的那种的恶椒 一条一条的 因为我就觉得吧 这一是补血 再一个呢 我看一个频道 一个老太太说 说是八九十多岁了 还没有白头发 就是因为 她整天吃恶椒 我想我也坚持吃 可是这个东西 一个是贵吧 再一个吧 它一个臭味 不是驴皮做的 天环传说 我经常说 娘娘有没有吃这个 东恶 叫什么 怎么说的来 东恶椒 高 可是就是臭烘烘的 我看还有些假的 就什么猪皮做的 反正就是 我就拿热水吧 给她前一天晚上 泡一小块 第二天加到茶里 因为不舍得扔吗 不是 就因为太贵了 又觉得对身体好 就硬把它给喝完了 这好朋友 就是臭烘烘的 一股臭味 哎呀 我说这个恶椒 所以我就讲 有白头发就白头发吧 好老朋友告诉我 有什么黑豆泡醋 我也不管它 我觉得只要 法治健康就行了 就没再管它 OK 就多说 我们现在开始 做麻婆豆腐了 因为我不是专业厨师 所以我做的 我肯定是不好 但是我自己呢 觉得能吃就行了 我就把它这么割一个 把它割成小块 然后我是用什么 做麻婆豆腐呢 我用那个老干妈 辣椒酱 切的也不太规整 切的也不太好 我就用那个老干妈 辣椒酱 给它这么一做 我就开始吃 因为觉得 做的不好 总比没得吃好吧 人家的麻婆豆腐 好像还得放点肉馅啊 我看网上一些 很会做的 我也不太会做 差不多就行了 OK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不是这个东西 第一个坏了吗 我最喜欢用左边 就是这个了 因为它这个炉火大 可是呢 它修了半天 也没修好 那么等个工程师 最后还得用这个打 其实就应该买一个 就是打火 打火的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可能也是 太古老了 它一直没买后呢 放上一点油 我就是一般都是这么做 OK 要再放一点吧 要是大厨们看了 肯定得骂我了 说啊 明菜被你做成这样 可是我 可是我没有买肉馅 也没有啥的 我就自己能够 自己觉得可以 吃就够了 就行了 OK 然后呢 找出我的麻婆豆腐酱 这个老干妈酱 把这个葱姜 放上去 葱姜蒜 因为我也有卖一种 叫 really lazy 是really lazy 是real lazy 是怎么说 反正就什么lazy 我记着 但是我如果有自己家 有新鲜的葱姜蒜呢 我就不用那个 除非就是葱姜蒜忘买了 是不是 史克郎 他说你种葱干嘛 葱很贵吗 才45匹一把 它不是贵 因为它用着方便 像这些东西呢 家常经常用的东西 自己如果有地方 没有地方放个小罐子 也能种啊 他就不让我在屋里种 说招那种小虫子 让我上外边去种 我是喜欢自己种一些 这种东西吃 OK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再把老干妈辣椒酱 弄进去 老干妈辣椒酱 也是我的必备 我喜欢吃 哇 闻上去就挺香了 我一般呢 就瓦上这么两小勺 我喜欢买这个油辣椒啊 什么的 豆豉酱呢 我觉得我是比较爱吃 油辣椒之类 辣三斤 这些东西 啊 闻着葱姜蒜子 香味的 我其实不太会炒菜 我以前都不做 扔进去 哎呦 扔进去 OK 扔进去就算了 给大家照着 扔进去就是这个样子 看 扔进去了 等它 闻上去 哇 闻上去 这个豆腐真的很香 下锅 懒 我应该叫大胖兔懒人版的 仿麻婆豆腐 把豆腐扔进去 待会给大家看看 闻上去还是挺香的 就有一种那种的香味了 我感觉 香味就差不多了 这个豆腐是不是不能经常冻啊 经常冻炒 有点烂了 给它盖上锅盖 还是不盖锅盖呢 盖上锅盖 焖一会儿 让它焖一会儿 差不多焖上个 给我感觉 二三分钟吧 麻婆豆腐 现在呢 把这个麻婆豆腐 移到另外一个炉子上 用这个开始做蛋炒饭 加上一点油 希望呢 做好蛋炒饭的时候 那豆腐也做的差不多了 是不是得多加点油啊 蛋炒饭 我姥姥最会做的 我不太会 但是爱吃 你昨天看那个王刚 王刚 小王同学 他做的挺好 我喜欢他长那个样子 那不 厨师一般都挺胖 他怎么那么瘦呢 他挺瘦的 我看下面的评论说 小王同学结婚了吗 我想问小王同学 想不想收个姐姐帮你吃的 然后把鸡蛋打进去 糟了 犯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错误 为什么呢 蛋炒饭 有葱 有蛋 没有米 我剩了一些米饭 我以为放到冰箱里了 结果刚才我一查冰箱里的米 可能被我丢掉了 怎么办 没有 没法做了 蛋炒饭 没有米饭 做不了 没有蛋也行 没有葱也行 可是没有米不行啊 我经常就这样 所以这个蛋炒饭 今天不做了 不能做 你看这个 没有米 我记着好像是有 应该查一下 以后就是 老是这个样 不是一个organized的人 就是做蛋炒饭之前 你不查一下吗 你不查 你打开炉灶 做了半天 结果发现没有米 你不是傻不垃圾的吗 我就是这个 哎呀我天呐 我天呐 反正今天蛋炒饭是不做了 算了 我吃点那个炒米粉吧 反正我米粉还在里边 这油也弄热了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检查一下 买东西也是 有时候超市一大折吧 我说哎我要买 我要买 买后加来一看买虫了 加里还有两瓶呢 就经常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每一次 我这个人就得给自己 写个小纸条 要干嘛 要检查 你看这炒了半天 我给大家看我的豆 还好 这个豆腐还算不错 嗯 买上去还是挺香的 一股香味 豆腐还不错 就这样吧 今天没办法了 下次等我确保了 有米饭 有了米饭以后 我就发现这个蛋炒饭 也是用剩饭做的特别好吃 如果现煮 煮出来的米饭 再做蛋炒饭 好像不是很好吃 大家觉得 你们爱不爱吃蛋炒饭 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特别爱吃蛋炒饭 可以今天就说到这吧 还是感谢收看大胖头兄的频道 他做蛋炒饭了 饭都没有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谢谢收看 Bye Bye Bye